3月12号,港媒曝光了前TVB花旦吴永威的近况,她的健康状况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。 吴永威日前在社交网上透露出国探望哥哥及其他家人,发文的同时,她还晒出了多张近照,只见她戴着太阳帽与墨镜出门,打扮充满了度假风情。 身材一向苗条的她,这次现身身材越发的消瘦,手部瘦到轻轻突起,双脚更细到如小鸟腿一样,称得上枯瘦如柴了。 网友们看了她的照片后,纷纷留言劝她吃多点东西吧,太瘦了不好看啊,要好好调理身体才行。 事实上过年期间,吴永威一度脚肿到像发面馒头,还说不是水肿那么简单,令大家很担心她。 不少人提醒她,可能肾脏出问题。 好友周嘉宜也留言建议她,最好检查一下心脏。 可惜,对于网友们以及好友的留言,她从来没有回复过。 值得一提的是,吴永威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心脏有问题过世的,而那时他们结婚仅仅13天。 1988年,在场商业应酬聚会上,19岁的吴永威邂逅后了50岁的富商江培。 江培是知名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,同时也是圈内的商业大咖,家底雄厚,气度不凡。 虽然江培事业有成,但她的婚姻却不尽人意。 江培有过三段婚姻,但全都因为种种原因,已离婚而告终。 诞生许久的江培,在看到吴永威之后,再次有了心动的感觉。 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一见钟情,随即对吴永威展开了追求。 在江培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和猛烈的追求公事之下,情窦初开的吴姑娘投入了江富上的怀抱。 虽说江培比吴永威要大31岁,但俩人很来电,没有任何代沟,各方面都很契合。 此外,年纪一大的男人会疼人,吴永威从江培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,很依赖她。 交往一年后,20岁的吴永威提出了结婚的想法。 江培在此前已经结过三次婚了,她对婚姻大事的态度尤为甚重,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。 因为她不想再重蹈覆辙,也不想再有离婚的情况出现。 一番思索过后,江培想到了一个好点子,来考验彼此的爱情和吴永威的品性。 江培希望吴永威能去参加学美比赛,然后进入娱乐圈发展一段时间。 如果一段时间过后,吴永威没有被娱乐圈这个大染缸污染学坏的话,那俩人就继续发展下去,也就是结婚。 20岁亚姐出道,21岁嫁入豪门,结婚13天成寡妇。 为了能和心爱的男人继续发展,修成正果,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不会学坏,吴永威答应了江培去参加学美比赛。 当时吴永威很爱江培,既然她想自己这样做,那自己就去做。 1989年,20岁的吴永威参加了亚洲小姐学美比赛。 吴永威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比赛快点结束,这样自己就能和江培继续拍拖,做回一个普通人了。 本来吴永威只是因为答应了男友才去参赛的,她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根本没想过自己能拿奖,也没想过会一夜成名,成为大明星。 然而,五星插流柳成英,吴永威在比赛中大放异彩,还获得了1989年最佳上镜小姐的奖项。 气质出众又年轻貌米的吴永威,在赛后一战成名,迅速走红。 一夜之间,吴永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成为了大明星,无数导演和富商都向他投来橄榄枝,只为能一亲方则。 其中有不少人都比江培要年轻帅气,而且还比他有钱,但吴永威都不为所动,心系江培。 不仅如此,他可以说是无视圈内的潜规则,对拍戏秉持顺其自然的态度,若是没有什么潜规则,是真心想和他合作的,他才会答应拍摄。 如果有特殊的附加要求,他绝不会妥协,大不了不拍就是了。 也许正因如此,相比统期出道的一人,吴永威在圈内拍摄的影视作品少之甚少。 江培很满意吴永威的表现,也很欣赏他的心态,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女人,鉴定了和他结婚的想法。 一年后,江培结束了对吴永威的考验,将吴永威娶回了家。 1990年,21岁的吴永威和52岁的江培搭婚,婚礼现场高棚满座,十分隆重,整个娱乐圈都为之一阵。 有人对这段婚姻持怀疑态度,也有人不明白吴永威为何要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,难道就因为他有钱吗?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,也不管存在再多争议,婚礼当天江培坚定不已,吴永威笑颜如花,觉得此刻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,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本来吴永威也打算在婚后退圈,全心全意当一个嫌妻良母,为江培生儿育女。 不料在吴永威即将开启幸福生活的时候,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。 婚后第13天,吴永威的丈夫翁江培,突发疾病,抢救无效离世。 21岁的他,在结婚13天后,变成了寡妇。 江家的人都觉得吴永威是丧门心,有克服命。 江培尸骨未寒,江家的人就把吴永威赶出了家里,还用极其难听的话辱骂他。 那段时间,吴永威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不愿意见任何人,沉浸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之中。 乌漏偏逢连夜雨,香港的大街小巷茶余饭后,全都是谈论吴永威,拜金和客夫的消息。 一下子,吴永威成了拜金女和汤朱凳,犹如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 值得一提的是,吴永威的丈夫在去世前,为他留下了1.7亿的遗产。 可婆家的人认为,是吴永威害死了江培,一分钱都不想给他。 为了拿到自己该拿的钱,吴永威跟婆家打了10年官司,最终只拿到了900多万。 做人情妇四年,还和对方原配成为好友,放飞自我,交往30个男友。 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吴永威,在后来虽然振作了起来,继续在演艺圈打拼,自力更生,但他逐渐迷失了本心,放飞了自我。 1993年3月,吴永威参演时装剧《银湖》,凭借在剧中饰演的颜如玉一角,获得更多关注。 一位有富之富的大富豪,通过此剧关注到了吴永威,并向其表达了亲目之情,希望吴永威能做自己的情人。 此时的吴永威和当初的心态已有所不同,他如今已经放飞了自我,尽可能把握住自己能把握的东西。 没有过多纠结,他便答应了那位富豪的追求,和他发展成了情人关系。 据说吴永威和那名富豪在一起四年,做了他四年的情妇。 这件事情在后面被爆出来的时候,吴永威执任不讳,许多人不解,吴永威如此爽快地承认, 难道就不怕对方原配知道吗? 其实对方原配早就知道了。 坊间传闻,吴永威为了求男方原配原谅,不惜下跪侦查,向其认错。 更狗血的还在后头,男方的原配原谅了吴永威,欣赏他敢做敢当的性格,后来还和他成为了好友。 最重要的一点是,吴永威也没想过抢对方老公,就是逢场作戏,各取所需罢了。 而且那名富豪只是吴永威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,不为别的, 却因为在失去丈夫后的短短数年,吴永威先后交往了三十个男友, 那放飞自我的作风,让人觉得既荒唐又疯狂。 如此丰富的情史和直言的性格,掀起了不小的风波。 不过吴永威倒不以为然,经常在节目中自爆自己的情势,动不动就语出惊人,非常放得开。 所以吴永威还收获了疯婆子的称号,很多男人都对他比而远之。 29岁再婚,无视老公偷吃,什么都尝试过了,所以什么都能看得开。 1998年,吴永威已经29岁了,距离丈夫去世已有8年时间,身边的朋友都劝他,不要再这样放纵下去了, 那些过得去的,过不去的,都应该放下了,找一个真心对自己的男人,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归宿。 于是,在朋友的介绍下,吴永威认识了恋海棠。 恋海棠是广告界的重量级人物,才华横溢,曾获不少业界奖状, 如香港金花奖,台湾时代奖,芝加哥摩比尔奖,纽约节目奖,及Claire World。 他颇致力提升广告传媒行业的水平,并经常担任香港各大名牌大学的演讲嘉宾。 一开始两人并不来电,吴永威觉得恋海棠文邹邹的,还是做广告行业的,总感觉不靠谱。 而恋海棠则是听说了吴永威的种种风流事迹,认为他太疯狂了,两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,在一起根本不合适,还让朋友不要介绍他给自己认识。 双方都坚信已经没有见面的必要了,但两人共同的朋友还是坚持给彼此一个机会,见一面看看能不能擦出火花。 耐不住朋友的热情劝说,两人最终决定见一面。 见面之前,吴永威和恋海棠都笃定不会对对方动心。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,真相定律竟然发生了。 会面之后,吴永威和恋海棠相见恨晚,相谈盛欢。 在吴永威的主动争取之下,两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,迅速坠入了爱河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相识相恋几两个月,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结婚后,吴永威对自己的新婚丈夫恋海棠评价很高,她称赞丈夫,体贴温柔,还顾佳,是个十足的好男人。 自己嫁给她是嫁对了人。 没想到的是,吴永威口中的好丈夫竟然在后来翻车了。 2010年,恋海棠被拍倒,与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孩勾肩搭背,一同入住酒店,两人还同享晚餐,相互喂食。 到了2016年,恋海棠再次被拍倒,与一名火辣女郎优惠。 离别前,两人依依不舍,亲吻告别。 恋海棠家二连三的偷吃,把吴永威推向了风尖浪口,两人的婚变传闻四起。 所幸,恋海棠这几年已修心养性,很少再传出乱七八糟的绯闻。 最后不管怎样,希望吴永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生活幸福美满,身体健健康康吧!